台北最古老的繁华地 新庄 在地之宫 身体力行 守住家园的美 拥有台湾保存 最完整老街的古镇三峡 艺术家给予它新的风貌 其实我们希望就是 左以右侧都可以进来 跟我们的一些创意 媲美国际都会去的板桥 遗留的百年韵味 令人流连难忘 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 我是佩叔 我喜欢音乐 喜欢旅行 喜欢探访各地 随着音乐 我深入台湾各个角落 感受不平凡的在地人文 更看见了这片土地的乐视与美声 乐视与美声 茶香 文字幕志愿者 监视 殿水合上水扬扬 孙蹬者 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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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是目前台湾人口最多的都市 根据内政部的统计 在2014年有将近四百万的人设计在这里 不过因为新北市的福地较广 所以有向新版特区 这样任务的统计 也有像三峡一样富有乡间气息的曼火小镇 就像是台湾社会的缩影一样 今天就让我带着大家走访新北市惊喜的繁华地 当然也要听听在地人的音乐以及故事了 切尽打开却是老池 一阵寸吴吹你望 忘到你阵痴 随风买你咘 昨爱飘飘的映握 是温的希望 等你來為我們 為白白 替我們化妝 跟我們家亂夢 僅僅打開 替世的老頭 一鑽春好嘴裡夢 夢中我們的月聖 遙中你的人 求來美麗的行程 是我們的希望 想要來為你 兼演這輩子化妝 跟你結亂夢 啊 風對嘴啊嘴 暈在背啊背 為求也過 台安貴 輕輕啊游過那個長期 遙遠又過背面 遙遠又過天空 遙遠又過有江北的行程 啊 風對嘴啊嘴 暈在背啊背 隨後跪離台安貴 我們的心無知無知了 我真的想不到耶 整個大台北地區啊 最早興盛的商業區 不是在蒙甲 也不是在大稻埕喔 而是這裡 新莊 好久了 这里是新装文化艺术中心的演艺厅 而眼前这些不断反复练习的大小朋友 便是在地家喻户晓的新装管乐团 这个管乐团成立于1990年 为新装文化艺术中心的附属团队之一 而管乐团的成立为新装地区管乐学习 带来一股风气 我是新装的在地人 那么我自己身为一个音乐的推动者 我看到音乐的整个的成长 从当时的学校逐渐的萌芽 让我们的这些孩子有机会能够接触音乐 我当时是因为兴趣而加入 我当时还没有考上音乐班或什么之类 我就先进来了 这边像一个家一样 我小学五年级进来到现在 要升大四十几年了 然后其实我等于就是一直在这个管乐团里面 就是学乐器 所以是借由练团的时候就学习了 新装管乐团是利用假日时间做练习 团员们教学相长 互相鼓励 仿佛像一个和乐融融的大家庭 管乐团也有不定期演出 常常受到许多国家的邀请 代表台湾到国外演出 管乐团的一个这样子十三年的一个历史 要永续地来继续地推动 也是希望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作曲家 写出更好的作品 让我们的乐团能够把它展现出来 经由这群热爱音乐的团员 与地方人士的推动下 新装管乐团不仅为新装地区的音乐 注入一股新的活力之外 一场场的音乐饗宴 更让音符带动这里的音乐素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大汉西的发展 开拓了新装地区的繁荣 现在新装也有一条特别的河 重新唤起新装人对水的记忆 这一条全长2.3公里的中港大牌 是新装非常重要的制水工程建设 它是靠当地居民制工的努力 再次实践水岸新家园的梦想 成为新装人的骄傲 今天我要拜访当地的文史工作者 周明贤老师 透过他的介绍 让我们来认识新装的中港大牌 老师我们现在走这个地方 就是中港大牌吗 对啊 很漂亮耶 真的哦 你也觉得很漂亮吗 可是听说它以前原来不是这样子 是是是 原来你看 譬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看能够看到这样子的天空 其实你看以前中港大牌 这一个区段 其实它是一个停车场 我们现在是走在这停车场下方 要把空间的环给合到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应该是说我们新装在地的民众 其实它的整个的文化素养 和房素养是非常好的 所以在当把这个空间给打开的时候 其实是大家是非常高兴的 中港大牌对于新装人而言 不只是一个污水处理的工程 而是保护整个社区环境意识的抬头 这样美丽的环境 需要大家一同来维护 中港大牌这个地方 就是污水进来大家都很臭 那以前的话就是说把它盖起来 那盖起来之后 大家没想到一点 那个污水还是在里边 臭还是臭 那后来就是在97年之后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 时间计划之一 中港大牌做成 就是排虹跟清水作用之后 那已经完成了那么美好的地方 可是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产生了 就是看到垃圾没有人打扫 那后来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之后 当然就是结合了我们左邻右寿 大家有心一同来做这个服务的 大家都很快乐 所以叫做快乐型志工队 各位大哥大姐早安啊 早安 东东老师 你们每次来打扫都这么多人啊 是的 大家都是非常非常有热心的一些志工朋友们 我们会分就是扫路面跟 还有就是捞树叶的人员 那碰到有杂草的话 路面有杂草也会自动的去把它拔出 那你们这样子会不会很辛苦 还好 很快乐 很快乐 看到这样环境变成结就很开心 对 没错 那真的是大家一起用心努力 是 有一次刚好 清明节 我躲在这个西山市场 遇到那个球迷 我说 你们有上这个 他说对啊 我们二月份就开始上了 我回去跟我聊 我们不要到工作了 社区环境的维护就从自己开始做起 人生多一份感恩 生活就多一份美化 快乐行之工队的付出 不但让人看到一个干净的中港大牌 更感受到这里浓浓的在地情感 是 你们有任何人 footed 吗 我说 你擅长 我 在地上 山河 若驚若驚 都不用驚向手槓 抱特拼 跟丹公啊 若驚若驚 都有湯啊換便當 阿樂麵 跟日煮 若驚若驚 都有湯啊立出座 有湯不清 清清白白 跟花蜜來聴一座 頭路吹不 這是君的雲啊 人生的路途 甘甘啼啼 走到已經看破 若驚若驚 仍同樣愛的心我 若驚若驚 仍同樣愛的心我 若驚若驚 仍同樣愛的心我 1月 Central 很好聽喔 Q裡卓 是說把這些資源回收的東西 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賺取微博的生活費 這樣子的意思嗎 是的 可是你為什麼會想要寫這樣子的歌啊 因为我以前在一个社区叫做新华社区 就是现在的福星里 那么他们有一群志工非常的热心 他们把这些资源回收的这个工作 然后换得的资金用来作为爱心的 而且他们有一个口号叫做 垃圾变黄金 然后黄金变爱心 真的 这个slogan真的深深打动我 当时他们正要办了一个 资源回收的宣导活动做一个宣传 那那个活动我就帮他写了这首歌当主题曲 听你这样子讲 我对于福星里他们志工的活动非常的好奇 那我可以去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吗 可以啊 等一下我带你去 跟着五球大哥 我来到了新庄第一个做资源回收的社区 福星社区 他们在社区成立一个回收站 将社区的资源回收集合起来 并利用平常晚上下班时间 一起分类整理 你们每天都这样子来整理这些资源回收吗 没有每天啊 我们是利用下班时间 只有礼拜一个礼拜就是义不幸的来整个环保运工 好认真喔 可是像你们这个资源回收站已经这样做多久了 我们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 刚好十二年 十二年这个过季 很多感动的画面都在演起来 那你们做这些资源回收后来有做什么样的活动呢 比如说我们做鸡蛋救助 马上关怀 还有洛斯族群的关怀 还有学校奖学金 社区的奖学金部分 都是回馈给你们 对对对对 因为这些资源社区 来跟这些资宫妈妈她们家一起做资源回收啊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很开心啊 因为我们的职社会 阿嬷啊 听说你这十多年了 你怎么会在家做资源回收呢 我们都营营 营营喔 对 做资源回收有快乐吗 有啊 就是有快乐 你老很多关的 一族就是我们的国家 正如阿嬷所说的 能做就是福 跟着福兴社区的居民一起动手做 让我深深体会到 服务人群是造福 从中学习是修会 有点难 minds 好 好 谢谢 跟着福 有点 的 街頭巷尾 驚逃逃 若驚逃逃 末若嫌疼苦 抗天白日 倫人真打拼 抗云若聴一爪 賺錢斬斑 不免去萬八爛 人生的路逃 去去路路 輕造就有希望 若驚若求 我們一樣也會生我 人生的路逃 去去路路 輕造就有希望 若驚若求 我們一樣也會生我 人生的路逃 去去路路 輕造就有希望 若驚若求 我們一樣也會生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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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除了河流經過之外 還有新莊所沒有的山區地形 而形成的蟑螂及茶葉等產業 使得它也有一夜輝煌的歷史 而這個衣山面河的地方 就是三峽 為何也會生我 若驚若求 人生的路逃 去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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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路逃 去路逃 去路逃 去路逃逃 為每ensing Funny Bangkok 的遺碍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台灣有319相鎮 我是希望可以把每一個相鎮 都寫成歌謠 當然要寫的時候 我找了很多跟當地有關 因為我是用當地的歷史文化 跟藝術人最為創作的主題 也是你靈感的來人 我必須要在當地找了很多 歷史文化的資料 比方說它為什麼叫三角友 它是因為三條溪流 汇集成了一個平原地 所以它的舊名叫三角友 那因為它跟歷史文化是有關的 所以我們就用三角友 跟藝術人最為創作的主題 走在這充滿古藝的三峽老街裡 映入眼簾的是一棟棟巴洛克式的紅磚建築 以及蜿蜒的拱形長廊 走入其中 彷彿就像是穿越時空一般呢 然而在這懷舊的老街裡 不但有著許多三峽先民們 用血淚書寫下來的歷史 更有著許多三峽人共同的回憶 老師 我知道以前三峽老街不是長這樣嗎 對啊 剛剛到我們三峽的時候 那時候是靠學院進來 後來就是那時候 老街本來是面向而變的 只有一點面向而變好 後來有腹地不夠 所以延伸到這邊來 那時候剛建成的老街也是很窄的 而且房子是稱之不齊 高地不一樣 那時候是這樣子 後來到了1895 兩次我們來接收臺灣以後 因為我們這裡發生燙子 所以他們後來搭配一道 把整個老街都燒掉了 全部燒掉 全部燒掉 燒掉以後 大家還是充電起來 是隨便建一建而已 到了1916年 就是有一個大協梁太郎 來管理賽價的時候 才把它重修 就是改正 他們將路上改正以後 你們講的是翻修 重新翻修變成現在這個 這條老街的歷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紀中葉左右 就是不給它建築 還是最後它蓋個小洋台 這是已經跟別人不一樣了 對 所以它建築的比較西次 人家是員工的 它是平工的 對 它是用磨石枝的 鏡面都是用磨石枝的 大正五年 西元1916年 日本政府推行市區改正運動 以古希臘駐市 巴洛克莊市 以及古羅馬拱門 構成了當時廣為流行的歐峰街道 而錯落於老街中的媽祖廟 除了是當地主要的信仰中心 更扮演著三峽發展史中重要的角色 大家都知道三峽有清水主持廟 但其實在1895年的時候 這個媽祖廟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據點 老師 在1895年的時候 聽說這個媽祖廟是義勇軍的指揮中心 對 1895日本人來到三峽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三峽組織義勇軍 跟他對抗 那時候我們這個媽祖廟 那當時就是指揮中心 所以大家都居然在這裡 對 都是在這裡 那個主持廟那時候是兵器庫 兵器庫 丹藥那些兵器都放在那裡 對 1895年 日軍運良部隊 經由三峽隆恩浦一代時 與三峽抗日義勇軍發生激烈衝突 幾乎全軍覆沒 但此次的勝利 並沒有為三峽帶來安定繁榮 而是招來悲痛的墳街之禍 慰居藥金的媽祖廟與祖師廟 也在火海中複製一句了 那你把很多三峽的地名 還有一些歷史的事集 都寫在歌詞裡面 哪一段你覺得是印象最深刻的 因為三峽有一個很著名的老的藝術家 他叫李梅樹先生 對 那他留下了一些 比方說以前祖師廟它倒閉的時候 他是負責重建的 然後他有在裡面 把很多他的藝術理念放在裡頭 所以現在的祖師廟人家有一個名稱 叫東方藝術殿堂 所以李梅樹先生當然跟祖師廟在三峽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非常有主題性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也把這些東西都寫在裡面 三峽水深的三角形 中龍鳳鳳 古典齋子 那個技術策 也算月定 文化真正 古典來自 、、," Typ典來自 出生於西元1902年 台北三峽人 因為小時候喜歡閱讀三國 水湖等小說 並常常隨性勾畫故事中的人物 所以嚮往成為一位畫家 長大後便赴日習畫 受教於藤島五二等名師盟下 學生歸國後 曾任職三峽農會理事 台北縣議員 並於1947年時 主導重修三峽祖師廟 對三峽貢獻盛大 這邊是三峽祖師廟的畫稿 已經刻在三峽祖師廟的柱子上面 它用松 竹 美 畫孔雀 香味器等等 大概有將近一百分的畫 已經刻在祖師廟的祖師上 還有一個黏小 007 007 007 00007 01 007 009 01 007 004 00 再改一改再改再改再改 最完美的最后选两张最好的开展 就是他的造势 他的画 所以三小主持们 会花那么久的时间 就是因为他要求完美 另外你说这些墙壁 对啊 都空的 都空的 因为画还没准备好 画很准备好 他会嫌人家 鸟太大 画太小等等 不但如此 他自己虽然是画这些 但他并不是这个 中苗画是国画专家 所以这些小 他自己来画 他是比较大块的 他留下来 比如林玉山 光学湖 陈静 他比较大幅的画 那些都留给他们专门画 走在这清水主持庙里 处处都可以看到李梅树老师的用心 举凡庙宇的设计 考证 监工 用料 李梅树老师无不亲身参与 而对于父亲那种要求严格 处事严谨的态度 让身为儿子的李锦光老师 如今依然是历历在目 那你小时候都会在这边看爸爸工作吗 对啊 小时候我不但在这里看 而且常常来请师傅 这个看他们雕刻 木头雕刻 石头雕刻等等 因为主持庙在我们这里那么多年 那我们从小时候在这种幼稚园开始 都在这里玩耍 前面在演布袋戏 布袋戏 那我们都很喜欢看 隔壁有个戏院 也常常在演戏 那戏院都放些什么戏啊 戏院那时候最初开始 就是他自己割仔戏跟菠菜戏在多 到后来才慢慢演戏 这座庙因为主持人 大家每年的农业初有大派派 所以大家就在这里 非常地热热 经过无情战果洗礼 浴火重生的祖师庙 除了是三峡居民主要的精神寄托之处 也是许多三峡人成长过程中 共同的生活印记 一人作梦 是两人担 三人团队 买到丁阳 是人感心 不足毁灭 人家家庙众 才才思念 你歌词里面有写到一人作梦 两人担 然后三人担 是说团结力量大的意思吗 对 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赖唐亚先生 他找了一群艺术朋友 然后跟他太太 所以我当初在想说 因为他们发愿要把詹侠的艺术传播出去 所以我才想就是说 因为唐亚先生一个人做梦 他老婆一起待 然后第三个艺术家进来了 然后四人同心 那个力量才会大 因为我找了很多乡政 因为我们知道的就是说 光要推展这个艺术在唐亚就是什么 所以他必须要一群人 大家一起 所以我把他们的梦想 就在隔壁里面 是这样子 隐身于白鸡山中的家庭美术馆 是赖唐亚先生 与多位三峡当地艺术家 共享的艺术庄园 这里的格局 跳脱出一般美术馆严肃的氛围 反而多了几分 乡野家庭的轻松自在 赖大哥 是 那当初你怎么会想要在三峡 这个白鸡的地方 用一个这样子的美术馆 我们当时就是跟邻居 然后一起发起说 我们就在家里办一个美术展览 然后后来命名就是家庭美术馆 其实我们希望就是 左右设都可以进来看到我们的一个工作 跟我们的一些创作一样 对 所以 开放式的 对 所以 不定期的会开放这样的一个 家庭美术馆的一个方式 善于逃逸的赖大哥 利用巴巴风灾后 石门水库的淤泥 塑造烧制出蝶泳 与祈福系列的艺术作品 提醒着人们 必须要以谦卑的心 敬畏大自然 呈现出艺术 人类 与生态环境 共生共存的深厚遗憾 这些都是美术乐展览的作品啊 是啊 这些是我们三峡在地的艺术家 跟这个美术乐的这个活动的参展艺术家 你可能是赖大哥 那你怎么会想办这个美术乐 美术乐这个活动的源起是 其实我们去年本身就是想要办三峡的这些活动 因为三峡本身不只好山好水 很多的艺术家 尤其是美术大师 他就是爱乡爱图 而且甚至就把他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个三峡这边 所以我们也要学习他这样的一个精神 就是把乡 三峡变合也是一个艺术城镇 非常高兴大家临机非常有帮忙 然后远到的朋友也那么热情的来参观 我们第一次的美术乐的艺文展演 所以我们这个美术乐是基于 我们把三峡这些艺术家结合起来 那跟着一个我们的文化艺术的一个演技 来继续进行 无论是怀旧的三峡 美丽的三峡 还是艺术的三峡 在在都蕴含着许多内人寻味的在地故事 不论是刻画在建筑上 传唱在歌曲里 用不同的方式 记录下自己与家乡的情感 等着你来细细品味 很多人你不论是充实的 一个人蕴之母 是物资connect entrance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新北市最热闹的地方 就是板桥了 其实我从小就是从板桥出生 从板桥长大的 而这里就是我小时候会来玩的 介兽公园 这几年看着板桥有许多的变化 当然它现在交通非常的便捷 不过好像有一些东西 慢慢的在流失了 这次我就请我的好朋友永庆 到板桥来走走 也带大家认识更多的板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都去一條 半條早 翻到到半條 半條早 五十歲的唱 重來一位 沒到來回家 也來回家 怪怪的耶 我覺得後面那個歌詞 我每次唱的時候就很怪 因為百朝年還是很漂亮啊 對 百朝年還是人家都說很漂亮 為什麼很漂亮 不過其實是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 1991年 停路通車經過百朝之後 那百朝成為了很重要的商業局 對 那時候遠從各地啊 包括那個土城中和永德啊 他們的商人都會來這邊批貨 你知道嗎 那時候整個台北新 有九家 九間九家 九間九家 對 百朝就在了六間 對 所以百朝很多的一代 那在民國二十年代 還舉辦了一次選美大會 對 百朝 沒錯 百朝那個選美大會啊 報警燈得很大一天 對 就有印象覺得 嗯 百朝女孩子非常的漂亮 對 明治三十四年 西元一九零一年 日本人將火車開進百朝 為本區挹注新的活力 奠定了百朝邁向現代化的基礎 交通優勢至今仍深深影響 百朝 百朝的發展 順便姐 我們這一排屋子很有特色 對啊 那時候百朝火車站蓋好之後 大概十五年之後 那一位百朝商業非常繁榮 所以在火車站的旁邊 就蓋了十幾間的所謂的大正屋 因為大正屋大概就是1912年到1926年 這時期蓋了房子 舊板橋火車站前的大正屋 是順應著車站的興建而發展的 磚紅的牌樓立面 隱約透露著這裡繁華的氣息 牌樓立面頂上原來有個女兒牆 屬於巴洛克風格的文士 但因時代的變遷 僅能從老照片裡去回味了 我聽人家說 有一條蝦 蝦旁有很多蝦白火 蝦小小小的蝦白 我真想要來找 不用去找 這樣不用去找 旁邊的阿伯叫我太難一個 不用去找 這樣不用去找 旁邊的阿伯叫我太難一個 旁邊的阿伯 阿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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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朋友請人來這裡找 阿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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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媽媽跟他們也來散步 阿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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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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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的門口 這麼漂亮要到尾吹 到尾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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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好好聽喔 是啊 秀美姐 我聽到這個音樂 然後看這個歌詞 我就真的很想知道 這個拉媽K在哪裡 對啊 它是一條很美麗的溪 是板橋很重要的一條河流 在以前呢 我們都聽過一輔二路三盟甲 對… 以前在一輔二路三盟甲之前 是一輔二路三新莊 以前板橋可以說是新莊的副都心 對 因為那時候整個台北藤地 最大的一個港口呢 可以說是新莊港 在乾隆末期跟嘉慶隱間的時候 大漢溪呢 來到板橋這邊有一條支流 就是我們的南崽溪 那我們南崽溪呢 大概行走三公里 然後就可以等到大漢溪 就來到了新莊 所以昔日呢 新莊的一些貨物呢 就很方便透過南崽溪 然後運到板橋 那時候整個板橋 是一個很大的骨艙 那這些道路呢 也是透過我們南崽溪 然後運到新莊 它再換大一點的船 然後運到東南亞啊 大陸啊 以及東方 那聽你這樣講 我真的超想去看一下 南崽溪長什麼樣子 想去看一看我們板橋的賽納河 長什麼樣子呢 好 那我們就帶你們看看吧 好啊 走啊 這條溪呢 是很有歷史的 對 在數百年前呢 這片土地還沒有漢人的時候 都是凱達格蘭都 百街社就在這邊生活 然後就會滑著蘆牧舟 然後往上或者是往下游 就到萬華去 對 所以這在早期就是 原住民百街社很重要的一個 交通要道 是的 不要看這一條臭水溝 它可是板橋很重要的一條水樽 真的嗎 對 這條河正好就是沿著以前 古城的西北方向這樣流過去 所以以前呢 要從南馬槓馬頭呢 運送貨物走到Guarday的時候 是 都要經過這個公館溝 就是在公館溝上面呢 搭了一座木板橋 哦 所以板橋的由來就是 木板橋 對 就是因為要公館溝 要跨過公館溝 所以蓋了這座木板橋 哦 是這樣子的 不過那座木板橋的位置 是在坚雲寺的右前方 所以秀美姐 坚雲寺的右前方 就是我們現在所站的這個位置 對 從我們現在站的位置 到那個路燈 到這個紅色的路燈 就是以前仿橋的位置 哦 就這樣跨過去 是的 所以那個時候 就是從南馬槓下貨 然後走到這邊 對 過板橋 對 然後過了板橋 然後大家說 然後要放鞦桃 放鞦桃 所以走到那個地方 是離市集最近的地方 對 我連起來了 原來是這樣子 這個方橋街 就是從我們這一頭 叫放鞦桃 然後開始往東發展 哦 是 昔日挑夫 從南子港上岸後 挑著貨物要走到方橋街 必須通過這個 由兩截木板組成的方橋 橋上貨物穿流 橋下婦女洗衣 雖然過往景況不再 但有一座兩百多年的古宅 依舊坐落於熱鬧的市區內 係數這裡的生活點滴 所以這個地方是南媽茜這裡最早的 對 他們是最早來我們南媽茜開發的家族 那所以我們現在來到南媽茜 會很很訝異說 怎麼還保留一個這麼完整的四合院 對 因為他們的家族很特別 就是很有聖宗追遠的概念 然後把古厝維持得非常的有原始的面貌 這座由江家先祖江蒲廷於清乾隆43年 從福建遷居來台的古厝 歷經兩百多年歲月 後代子孫依舊完善地維護著 古厝代表過去的榮景 未來協會也希望能夠有個建築物 繼續傳言水安文化的傳承 彼此交相輝映 這座建築物就在古厝對面 南興社區活動中心 好漂亮喔 這看起來好像是一個豪宅 或者是一個什麼樣的 一個休閒度假中心喔 莊老師你好 你好 這個是 該不會就是 剛才你說的活動中心的未來嗎 對啊 這是我們夢想中的活動中心 我剛才從江家古桌開過來的時候 這個活動中心是很老舊的 那你們當初是怎麼樣去想像說 這個活動中心未來的一個樣子 一個願景 其實我們第一個目的就是希望 讓活動中心 讓社區居民更願意走進來 那前面有個小小的舞台就是說 他也可以坐在這裡聊天 如果有一些居民想要在這邊唱卡 或是小型的娛樂也可以 小型的娛樂儀 我看到這個階梯 是不是剛好也可以當作觀眾席 對… 這個概念實在是 而且非常開放 大家很容易清靜的一個空間喔 是… 你看我們一樓是故事牆 就是它一來 就是說它不一定要進去 就開始就可以閱讀板橋的故事 然後二樓是親子劇團的一個空間 是… 就是它可以讀故事書 然後就… 甚至我們用戲劇的形式來表演故事 那三樓就是孕育教室跟才藝板教室 喔… 因為我們這個是在板橋的一個據點 那我們希望就是它能夠凸顯 就是在地文化的樣貌 那當然我們這個模型做好之後 第二步就是還要再經過社區的 一種討論 因為我們有一個比較具體的模型之後 然後他們再提供更具體的意見 修美姐與莊大哥夫妻倆 積極投入社區營造活動 與社區民眾一起著手規劃新的願景 而擁有設計專才的莊大哥 則是整合大家心中的藍圖 一筆一筆地勾勒出 夢想中的活動中心 男子西畔的那個理想家園 將在大家的悉心呵護下 逐夢踏實 看著新北市的發展史啊 看著這些城鎮的興衰 我們很難不感嘆時代的變遷 所產生的變遷 看著新北市的發展史啊 看著這些城鎮的興衰 我們很難不感嘆時代的變遷 所產生的變遷 不過不管時間的洪流 要把我們帶到哪裡 我們都應該記得 這片土地上所發生過的事 這樣我們才能更明白 自身文化的價值 好山坡 山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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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花朵 野花兒紅磁火 小河里 好山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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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ffered 謝謝 耶